大家好,我是麦的祈愿,有点犀利有点帅的Black 上一节课我们讲了PV博克系统中登录模块的开发 那么在最后的那个时间里老师给同学们留了一个作业 就是把登录系统中登录功能自己来完善和书写一下 那么在讲下一个内容PV博克系统中发帖系统的设计的时候 我们先把上一节课老师留下的内容梳理一下 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老师写的登录系统最后登录功能是怎么实现的呢 我们先看一下,打开我们这个页面 首先这里没有登录注册,我们先登录,对吧 登录才记得我们上节课我老师注册了个什么Black,密码是什么 123,对吧,123,好,我们登录 登录进去以后,登录进去以后看这里变成了个我是Black 再也不是登录注册了,这是怎么实现的 我们看看里面的具体逻辑 东西们,大家看看这个里面,我们首先是在这里,在这里登录 登录完以后,登录完以后,这里是登录失败 登录失败,登录失败 我们重新再跳转登录页面 如果登录成功呢,登录成功 我们会掉一个user set user info 其实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不放在action里写,可以把它放到model里写 放在哪里写都可以,放在哪里写都可以 然后这里做了一个跳转,做了一个跳转,做了一个hider跳转 php的hider跳转,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类干了些什么 这个类放在哪里呢,放在lib下,user class.php,我们看一下 这里干了啥事儿,这里干了啥事儿 这有两个静态的方法,一个是set user info,get user info set user info,get user info 当它登录成功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信息写到station里去 写到station里去,在这个页面打开的过程中,它内容会一直存下去 相信同学们应该知道是station是什么 使用station的时候,php,使用station的时候一定要记住 这里有个station star,一定要打开 如果不把它开开的话,station可能没法正常的使用 我们看一下,它登录完以后,我们把这些信息写进来 写进来以后什么,跳转,跳转,这是跳转首页的意思 我们看看首页,我们看看首页的action 首页action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处理 那怎么发现它登录呢 其实很简单,老师把它放到了action base里 action base里干什么呢 就是说,actimate如果,如果user get user info 它有信息的话,登录的话 那么就把user info传到模板里 也就是说所有进行action base的页面 类的action 只要我登录了,我的user信息就会被初始化 这样的话,我掉用户信息的时候 是不是就不麻烦了,对吧,我们想想是不是不麻烦了 然后我把这个东西传到页面上去 页面上怎么传呢,我们看hider 我们看hider,在hider里有一个如果用户已经登录 那么我们显示用户的昵称 用户的昵称 如果没有登录,我们显示这个对不对 同学们理一下是不是,不知道同学们怎么怎么写的啊 我建议把登录模块单独摘出来啊 在所有的公司里啊,登录模块还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块 都是一个以各个业务线所剥离的模块啊 好,既然我们先讲完了这个登录,那我们下面该讲什么呢 该讲发帖,该讲发帖 是吧,那么该讲发帖 那么讲发帖之前 相信同学们跟我学了这么长时间 应该知道老师讲东西的一个风格 那我们现在应该干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进行数据表设计啊 数据表设计,同学们说 哎呀,我都没有看过发帖页面长什么 我怎么设计,好 那我们废话不过说,先看看发帖页面长什么样 长什么样呢 我们先看看啊 这个啊,这个页面就是我们要用的发帖页面 我们大家看一下,我们大家看一下 哎,这里呢,有这么几件事 一个是,请输入博文的title 是吧,一个title 这一个分类,分类这里做的比较简单啊 当然最后不可能是123 以后设计成可能是各个分类 比如说心情啊,比如说吐槽啊 比如说技术控啊,对吧 还这还有个勾,只有自己可见 哎,这是很重要的功能啊,很重要的功能 然后呢,这里又是写部门,对吧 写部门,同学们看啊,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这个叫做副文本编辑器啊 副文本编辑器 这个东西是百度的一个副文本编辑器 是我使用的一个开源的插件 同学们可以自己下载一下 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这个里面 这个东西还是很丰盛的啊 里面的功能还是很强大的 然后我们再回来看看这首页啊 这就是它每个博文的缩写啊 每个博文的缩写 它还有什么,它有一个发布时间 对吧 它还有一个,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用户的昵称啊 用户的昵称 是吧,还有一个评论对吧 好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我们怎么去设计一张表呢 同学们大家想一下 怎么去设计一张表 在设计之前 我们先把PHP慢恶的命打开 好,PHP慢恶的命打开了 好,那我们看这里面 这里面只有一张表 我们只有一张表 那我们现在要建一张表 建一张表 建什么呢 建一个什么表呢 当然是建存博客的表了 老师这边这枚起名叫block 同学们可以随便取啊 可以随便取啊 大家最好是建文之一啊 建表第一件事情 我们想都没有想 第一个段是什么啊 第一个段肯定是ID吧 对吧 主件ID 然后长度呢 11 然后呢 锁引 主件锁引 好,自尊主件 对吧 没有意见吧 同学们 那么 下一个我们要建什么呢 下一个建什么呢 我们想一想下一个要建什么 下一个建什么 我们看一下啊 下一个TATO对不对 我们建一个TATO TATO是吧 TATO啊 这里多长合适啊 多长合适 多长合适 我建议啊 我建议 我建议定100 也就是说啊 可能我们平时也发布到100 可能我们程序里只涉及到20啊 我这里一直不停在强调啊 一直不停在强调 在设计数据库的时候 可不像设计程序那样啊 设计程序20个字 只让20个字的长度 就只能20个字 数据库啊 能长一点就长一点 因为以后可能有业务上的变更啊 如果说你没有预留这些长度的话 那以后可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 好 然后呢 我们这里啊 默认定义是什么 默认定义是空对不对 好 继续往下 继续往下 可以空吗 不能空对不对 有索引吗 建议这里最好不要加索引啊 最好不要加索引 好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啊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里还有什么 还有个分类是不是 还有个分类是不是 那我们建议什么啊 blocktap 对不对 blocktap blocktap 这里啊有个说法 这里有个说法 这里有个说法 这里应该存什么呢 这里应该存什么呢 是存whatsh型啊 还是存int型啊 whatsh型存什么 比如说存 这里存文字叫做历史迷雾 或者叫做个人心情 或者叫做基础控 是存whatsh还是存int 同学们 存whatsh还是存int 我建议啊 我建议这里存int 存int 为什么呢 为什么 这不是建议啊 我久会把这话说回来 不是建议 这里最一定要存int 然后这int是什么回事啊 这int是什么 这是这个 你定义的这个东西的 比如说定义的这个blocktap的ID 这个blocktap 可以存在数据表里 也可以存在page里 是吧 可以存在page里 但是呢 但是呢 我们一定不能把它的文字存在这里啊 这样存在很可怕了 我们没办法排序 也没办法归类了啊 一定要是这里是ID啊 这里是ID 这里是什么ID呢 tnit就行了 tnit tnit tnit就可以了啊 然后呢 这里4 是吧 然后定义呢 定义是定义默认是0 默认是0 然后呢 接着好像看非空吗 是非空吗 当然不是非空啊 当然是非 当然是非空啊 当然不能为空啊 老师吧自己绕进去了 就是这个字段不能为空 然后往下看 这里加索隐吗 其实这里加不加索隐啊 这还有一个说法 这个博客最多也就十几种分类 但是博客量假如以后非常大的话 加这种加索隐没有意义啊 加索隐没有意义 所以这里不加索隐 不加任何索隐啊 那我们接着玩看 这还有一个只有自己可见啊 只有自己可见啊 那么就加一个show me 会叫show就行了 叫show就行了 这是什么呢 tnit 同学会说啊 这里面还有一个enumber enumber这个每举型啊 每举型也可以定义成 也可以这么干啊 也可以干这么一件事情啊 我但是呢 我建议不要使用没举型 因为没举型 他和他这个东西以后听起来 是一个坑啊 是一个坑 同学们如果分 如果不明白这个没举型是干什么呢 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这个讲数据库的老师应该会给你讲过 好然后这里呢 这里一样定义以为4 然后默印啊定义是0 然后呢同学们再想想啊 这个需要加索隐吗 当然跟刚才我老师也说过啊 索隐那种原则啊 这里最好不要加任何索隐的啊 加了也没有用 反而会更慢些 然后呢 然后我们再看看 这里是不是要定一个什么 定一个 它的这个内容是吧 block内容是吧 然后我们在这里执行一个字段 一个字段 然后我们就要 就叫block吧 哎 这里就有一个窍门啊 这有个窍门啊 也不算窍门 咱们看一下怎么回事啊 这里可以输入什么多少个字符啊 一万个字符 一万个字符 一万个字符呢 那假如我现在输一个a 然后我回车 那现在这里算几个字符啊 他这里算一个字符 但是他最后最后最后里面有多少 到底存了几个字符呢 这我们可能不知道 这时候我们看一下 ATMI的代码 你会发现啊 这里面有很多字符啊 可不止一个a啊 可不止一个a 那存的时候 他是不是只把a存过来呢 可不是啊 他把所有的这些标签全存了 也就是一个a可能会带来十倍的代码量 十倍的代码量 十倍的文字量 那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 设计的时候呢 这是一万字 那我们存多万字合适呢 存多万字合适呢 哎有同学会说啊 我存text行了 这里没有长度 这样没有长度 这样好吗 这样好吗同学们 这样不好你知道吧 应该使用watcher也不能用text啊 应该使用watcher也不能使用text啊 这个text啊 和watcher啊 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啊 因为他在他在这个硬盘上存储的格式也不太一样 做全文索引也不太一样啊 所以说我们最好不要用text存啊 不要用watcher存就行了啊 我们哪怕把watcher定的长一些啊 定的长一些 然后这定成五万啊 定成五万 好 好 定成五万以后呢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走啊 接着往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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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字段啊 我们还没加呢 哎聪明同学可能想到了啊 聪明同学可能想到了啊 聪明同学可能想到了 这里我们要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U在ID啊 U在ID 我们不加这个怎么跟U在表关联啊 怎么知道这是谁的对不对 这是谁的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我们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 我们要再加两个 我们每个都要加的字段 但是加这个之前 我们先给U在ID加一个索引啊 加个索引 加个索引 然后呢我们接着往下加 接着往下加 这时候我绝对一下直接加两个字段 加两个字段加个什么啊 It's delete 对不对 做做所有 我们这里面所有的删除啊 都是虚拟删除 虚拟删除可比无理删除 安全多了啊 安全多了 然后呢 然后呢我们这里是create time啊 这肯定是要有的啊 不然我们怎么排序呢 对不对 然后呢int11对吧 然后定义 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有同学会想啊 这里有一个评论评论数啊 我们是不是应该见个评论数字段啊 是不是见个评论数字段 同学们 哎呀 这样讲的同学和这样想的同学啊 肯定没好好听我的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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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面可再重复了啊 可是重复了啊 这种字段啊 不要再在这样的这张表里啊 这种来回变化的字段 不要再在这种表里啊 这样的话 这张表的负载会很大啊 不合适啊 我们举个例子啊 韩寒的博客 今天他新发了一份博文 是不是他的评论会不停的增加 那我们就说不停的变化啊 那这张表的压力是非常大啊 这张表会是 这张表的这行是会频繁被锁啊 是不是啊 当然有同学说 我可以使用一些技巧啊 比如对裂啊 缓存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么大和这么大精力 去填这么一个很很没有多大作用的字段呢 对吧 我们加这么一个字段 看似就省事了 但是最后给我埋下的坑 可不是这么一点点省事能取代的啊 好 好 我们现在要讲这些啊 这次我最后讲一遍 希望同学们能记住啊 好 那我们现在把这张表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啊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 我们发现这个block tab有问题啊 有问题啊 可能是我们刚才不小心把它改成改错了 现在把它改成tginx 它本身不应该是那个字段啊 我们改成tginx 改成tginx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再保存一下 再保存一下 好 成功了啊 同学们啊 今天这节课我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这节课主要讲的是block这个表的设计啊 block表的设计啊 同学们自己下去啊 好好想想这些字段是怎么设计的 也可以自己去再去设计一张表啊 自己去设计一张表 好 那么谢谢同学们观看有点犀利有点帅的啊 block给大家讲这节课 下节课我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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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enture 欢迎订阅